謝謝大家 他是我們的插畫協會理事理長 那... 只是理事而已 因為擺在這邊就有長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加一個字 那理事長的感覺不知道 從我們加工後面試 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 趙大衛 趙文貴的導演 他是一個完全讓人家感覺就是 邀請這個人來 這公司就會賠錢 他是一個導演 但是他居然不知道什麼叫做市場調查 也不知道怎麼樣去討好我們的觀眾 還想我們公司有沒有做 繼續公司 那... 這樣子一間公司 Come on back Cooking together 跟URSU 同一間公司 居然請到一個這樣子賠錢的人 我們等一下來玩玩看他 說到時候我們會如何去 讓這個地方能夠更好的活動 然後這個地方 找...找了一個這樣子的人 會煩什麼樣的事情 好厲害 好來 接他六天 接他六天上網 這是我們的 焦點的大佛 黃晉鋒 黃晉鋒 我從認識他開始 他... 永遠只有兩件襯衫 一件是黑色 一件是黃色 但是不重要 就是他穿衣服的 我... 他穿衣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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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穿衣服的正式 但是... 基本上一個創業家 最重要的是他腦子 他腦子... 媲美我們的Google大神 他可以... 去我們這個... 整個創業圈 各方面 他可以從他腦袋裡面找出 如果說你倆...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去跟他聊天 然後你第一天給他 他可以立刻link到說 你可以需要什麼樣的資源 我們可以幫助你接什麼 這是他腦袋厲害的地方 所以說呢 一個... 好的腦袋 要問他... 需不需要好的衣服包裝 這個... 大家都不知道 也不需要知道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看 等一下... 我們如何去... 把他腦袋裡面的東西 挖出來 然後我們接下來的流程呢 是一個小時的創業家會談 就是由我... 紅石... 何夢巧... 前生... 來跟大家一起 就是... 挖他們內心的那些... 那些... 像小朋友般的那種世界 我們戰鬥頭也... 非常很重要 帶著這個... 頭套跟他一起對談 然後我們沒有裝場休息15分鐘 那我今天一定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地方... 這個... URSU 還有... combo bag 三間同樣的東西 是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前面... 其實是在9月30號 才是他的開幕記者會 我們居然在今天9月27號 就第一次使用這樣的場地 那我們是和其榮幸 謝謝我們的tombo bag 然後讓我們能夠使用這樣子一個地方呢 無時的舒適跟舒服 還有... 有家的感覺 這是他們的餐廳 不要懷疑 這個地方就是餐廳 後面那個廚房 他們廚房給大家看 可以... 可以看到這個人 然後... 然後... 就要有那種... 集在一起的感覺 才叫吃飯 才叫委員 所以我們這個餐廳 要特別的精緻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 我們今天這樣的活動 也感謝... 那個... 可以一起活動啊 那我們等一下有20分鐘的換座論壇 我們可以撐以三次 以前我們的沙發是... 一次是15分鐘 然後呢 只能換兩次 今天... 我們讓每一位獎者都可以到各桌去... 去分享 那等一下呢 我們看到我們這個... 我們看到我們的銀牌 上面有三張顏色的那個標籤 藍色呢 就在這邊 就是這塊區域 我們會有一個降格在這裡 紅色呢 在前面的小隔樓... 那個...樓上 就是前廳的樓上的小隔樓 黃色呢 在我們這... 這棟的樓上 那... 等一下會有一樣的換座論壇 而且我們的... 會員們完全不用移動就坐在那邊等獎者多了 那我們也會提醒獎者時間快到了 那...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會... 也請你們多多挖這些獎者裡面的... 一些... 心理的問題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開始我們的... 喔... 對不起 我忘記了 剛才我們在前面簽名的時候 也有一個要我們打抖對不對 要我們就是... 我們可以tag 跟拍照 那如果說 你今天來這邊的場地 是... 沒有經過父母允許 或是沒有經過你老婆允許 沒有經過你的遠距 沒有允許 就跑來 然後你來這邊碰到了... 可能林志玲啊 前女友啊之類的 然後被他們知道 然後你會... 會非常非常口控的話 請告訴我們旁邊這幾個... 拿相機啊 那些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告訴我 我會幫你警覺這個問題 我讓這些照片實驗 這一個在網上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創意上的對談 那大家準備好 聽這些人來分享的話 可以給我一點feedback 我們就有我們的... 我先問大家 這三位先生 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是個別... 這是我們的痛苦疾問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個別的問題 那... 問一下大家 阿鳳不要玩 我問一下大家 就是... 我相信這三位... 哈哈... 我相信這三位呢 就是我們非常知名 以及有名的創業家 實業家 還有插畫家 你們對於工作 已經接近痴狂 和狂熱的 還有瘋狂的地步 你們如何的去分配 你們的時間 在你的感情世界之中 感情世界不是只有 所謂的... 愛情 包括友情 親戚 都算是感情 對 那... 請問一下你們是怎麼樣 經營這個困難 然後由我們的戰鬥炮先生 先回答 欸... 這裡面有小孩的人 應該就是只有我吧 我... 你有... 你有小孩 所以我... 我比較花多一點時間 在... 因為小朋友的時間上 因為我不用煩惱 追女朋友這件事情 然後... 通常的話 我比較著重放在親情上面 我花滿多時間去陪他們的 然後... 我都等趁他們睡覺的時候 我才能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 有時候他們... 要我陪他們睡 我總是會想說 好...陪你睡一下 等你睡著 我就來做自己的事情了 結果陪他們 所以我自己就先睡著了 對 所以其實... 可是我覺得 在這樣的回饋之中啊 我陪伴他們的這個回饋 我也從裡面得到很多的靈感跟故事 然後還有創作來源 所以我覺得 即便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經營親情上面 我也有得到很多的回饋 我大概在兩年半前開始創業 事實上我在創業以前 這樣跟... 家人的關係就沒有很好 就跟我爸跟我媽 因為從小... 家境比較特殊 其實就是我爸... 就從小我跟我們家人都沒有在一起長大 然後... 大學的時候我也是再來高雄讀書 所以感情就沒有很好 只有在當兵的時候過得比較辛苦 所以每次都會... 就是... 跟父母聯絡這樣子 就是... 就是... 這樣子 出來創業之後 反而又很好玩一點 雖然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因為在創業的時候 你會一直學習 怎麼樣去改變自己 因為在創業... 學校有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大概沒有辦法改變別的東西 改變自己 所以我們改變自己 怎麼樣跟... 就是... 親... 親人去相處 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在創業當中 學校最多的地方 所以以前有時候 現在有時候 早上很急著出門 快遲到了 因為我是很注重到遲到 不遲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都很討厭遲到 所以有時候 你看他們睡過床 所以我趕著出門了 你曾經遲到過年嗎 我曾經遲到過年嗎 我比較少遲到嗎 我比較少遲到嗎 比較吵嗎 就比較少遲到 對 所以我對遲到很恐懼 然後有時候會在家 就跟父母 就會起衝擊 我記得我一次有一次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那時候 一早起來就信了 好 然後我媽一直命命 那天我就超模糊 我就摔筷子 摔完之後 我媽又進房間 帶你不出來 那時候我就 沒辦法把照出門 然後出門之後 然後就用LINE 為我媽道歉 那我覺得這是我以前 可能不會做到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慢慢 就會學你這一關 你怎麼樣 去跟親人相處 我覺得這是我在 圈圈當中一直在 學習的地方 然後分配時間 我覺得 我覺得時間傳染 長短我覺得不太容易 真的是你怎麼樣去 讓你的家人 跟你覺得好像 永遠是在一起 像我跟我爸媽 真的很少在傳 訊息等等之類的 像我今天出門 我就有種感覺 就是我大概三天沒看到我媽 我一直三天沒看到我媽 可是我之後 還在肺部的上 外傳一些 就很出名的一些圖片 那感覺好像 我們都在一起 我每一回來 我們到十一 十二點我媽都要秒回來 然後我出門 可是我媽在睡覺 就永遠是遇不到這樣子 可是 就好像他還在我工作這樣子 我大概是在大部分的感覺 是這樣 Davy 好 好 好 三天沒看到 我大概三個月沒看到我媽 欸 其實 其實 說工作跟生活 其實我覺得 我剛才回想起來 其實我沒有在工作的時間 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講 其實一個人 一個人跟自己相處 那其實 從大概兩年前開始拍片之後 其實我 反而是被迫要跟很多很多人接觸 所以其實我自己分享過 我自己分析過 就是 我做了這份工作之後 我反而認識很多朋友 然後 因為 因為要拍片嘛 所以你要去認識每一個人 然後跟他們聊天 甚至在反反的過程中 你要去思考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然後問出一個你想要的答案 或者是說更精準 更你想不到的答案 所以其實 在工作的時候 我反而是認識到更多人 然後 我覺得這已經是跟我之後 我已經檢驗結合在一起 然後 雖然有時候 像我 像我 跟 就是出社會之後 跟大學同學已經 你看到沒有 幾乎沒有在聯絡 我就是 假日什麼都沒空 因為都要工作 然後其實 在認識很多人之後 反而 舉個例子 像去年我發表了幾乎片文 然後 我也沒有跟我大學同學聯絡 可是在發表的當天 他們來電影院台 然後就完全好朋友 那時候我才發現說 原來大家都默默在關注 所以 我覺得在做這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給我最大的感觸就是 我是去認識的 但是 我沒有辦法去 去場 或別人一定要 要來跟我聯絡 或是跟我接觸 所以 其實這份工作對我而言 其實就是在認識很多很多人 所以 他的生活跟 就是他不會去 侵蝕掉我原本生活的任區 反而讓我 認識了更多不一樣的事情 不然我還會一直在家睡覺 因為 就是因為工作 就是我一個人的時候一直在家睡覺 相信 相信 相信就是 也是我們現場很多朋友的一些疑問 因為對於在創業的這些人 他們那種生活的癡狂 對工作的那種癡狂 對於生活的不在乎 我們阿通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他對於生活不在乎到說 他很貴的 有時候我都在辦公室辦公室 要抱個便當 好像 你在說什麼 你可以把嘴巴的東西撕完 你還跟我講嗎 或者是說 阿通 你那天襯衫有沒有洗啊 你為什麼每天都穿一樣啊 會覺得說 這家我就是都不洗澡 然後有時候我跟他講話 我從上面 他做那天講話 看到有一塊狗皮靴在那裡 我就想把阿波 對 這就是 這就是創業家對於生活的那種癡狂 所以說我們會對於說 這個 時間上面 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 你怎麼忙成這樣子了 你要怎麼陪你爸媽 怎麼要陪你朋友 陪你的好朋友 這就是我們 剛剛希望這些問題 能夠 更解答 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第二個問題呢 我想問三位 像 在東方先生 如果 你沒有插話 你還可以跟什麼 其實我一開始都不是靠插話的 因為森林 我還可以去森林西數字啦 我早先是商業文科 然後是那個 後來跨科 學校辦那個海道比賽 然後就畫了 然後 美工科的竟然被我幹掉 老師就問我說 那要不要去考那個 要不要去考那個 設計類科 我才去做這件事情 那也很幸運的就上了那個 台中的 台中技術學院 然後後來才變到 一直走 做設計走到現在 所以我的底子 並沒有像那個 復興美工的那麼強 對於那種 基本的光影 沒辦法掌握得那麼好 可是我還是活到現在 所以如果沒有插話的話 我自己也 也 從事其他 我覺得人生 要為自己做紀錄 所以我自己有跟朋友 成立一個那個 廣播電台 然後就是 可以記錄我們的生命 因為我常在想 哪一天 哪一天 隔掉 你知道你什麼時候 隔屁嗎 不知道 誰可以知道 除非你真的去自殺 你可以知道 但是一般 這個自殺 不是好的選擇 因為我生命中 有太多人 太多事情發生 一下就不見了 這個人 就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 要為自己 多做一點紀錄 就是 哪一天我真的死掉了 然後我兒子 要懷疑我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我 畫的圖 然後我寫的字 可是他想聽聲音 想要看影像 都沒有 所以我就跟朋友 一起做這個 這個電台 然後幫我們聲音 記錄下來 他可以知道 他爸爸雖然 愛亂講話 可是他起碼 可以聽得到 他爸爸的聲音 那我覺得 這個現場的朋友 就是 我覺得 都要為自己的人生 多做一點紀錄 創業也是一種紀錄喔 就是 你今天 我30歲 做了一個APP 那起碼你以後 你隔天就隔屁了 然後你起碼 你兒子可以知道說 你30歲的時候 做了一個大家喜 不見得喜歡那個APP 但起碼知道你 做過APP 對 所以我覺得 要多為自己 做一點紀錄 我覺得 即便我不做插畫 我還是可以做很多 我人生中的紀錄 對 好 那 一樣的 我問阿峰 是同的問題 是同的問題 不是同的問題啊 不是 你跟插畫無關啊 今天 你創業 但是如果你沒有了創業 你還能做什麼 事實上 我第一份工作不是做教練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做其他事情 事實上 這樣 我的生活比較特別 就是我大學讀的是國際貿易 可是我大一讀完之後 我不知道我人生要做什麼 可是我知道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這輩子絕對不要做國際貿易 非常討厭國際貿易 所以我一直在大學的時候就說 非常非常多 畢竟科系也可 然後到後來我去參加一些商業競賽中 我發現我非常非常喜歡 廣告行銷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畢業出社會之後 我就做廣告當業務 那時候我完全都不會 然後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探索 雖然那時候 我已經算是在公司裡面比較特別 我的業績沒有算比較好 可是我做事的風格 我的方法 事實上我到現在 我主管都還有跟我聯繫 我第一份工作的主管 所以我常常不會覺得 我沒有創業之後 我就什麼都不是 因為我覺得創業 只是把我想要做的事情 真的能付出時間 我常常在創業圈的活動 我都會講說 事實上我不是非常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 我不會想要創業 只是因為公司 沒有讓我有創業的空間 沒有辦法讓我做 我真的喜歡做的事情 又可以賺到錢 所以我必須用自己的方法 出來創業 所以我今天即便沒有做交流 我相信我可能選擇 我認為是 我可以幫助這個世界上的人 而錢就同時可以賺到 我覺得我應該賺到的錢 當然心臟的負荷程度 當然不一樣 創業可能負荷就是比較重 所以每天早上一塊 Rainful 可能在工作不一樣 每天早上一塊 那些咖啡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是 就是我從來不會覺得 我沒有焦點 我就不會怎麼樣 只是我真的是 比較慶幸 我第一個創業跟月亮 我們就做出這些成績來 可是一定不會 因此就覺得 沒有這東西 我能真就沒有什麼 什麼什麼可以保留住的 而是不然怎麼樣 即便今天焦點失敗 今天可能我們在那邊 談 插話很厲害 焦點很厲害 RSE舞很厲害 可是兩年後三年後 很多人都會消失掉 就是我們在創業這件事情 很多人就離開了 重點是在離開之後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東西 是否可以保持 自己原本 想要創業的這個系列 並不是只是為了賺錢 這件事情 對 這是我的看法 對 那一樣的 我們問大衛 就是 等一下 他今天不做導演 然後 對 可以幹嘛 或者是 不在UIS 不在這邊當個賠錢的導演 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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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可以一起 這個單位 呃 其實 其實 去年我一直講說 我是一個導演 然後一直嘗試 要拍這些東西 但是今年開始 盡量不嘗試 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導演 因為這反而 對我來講是一個假手 會變成說 我拍的東西 我必須要像是那個樣子 我必須要 可能那個鏡頭就是要這樣 那個鏡頭就是要這樣 這個好像跟我原本的出動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問我說 我沒有影像紀錄 或者說我今天不做導演這個工作的話 我會怎麼樣 其實我 回頭去看我自己的創業過程 不是創業啊 回頭看我自己的就業過程 其實 我之前第一份工作是做睡覺師 第二份工作是做廣告網站 到現在才在嘗試一下 其實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一直是一個 以往的新的人 但是 我選工作的 重點就是 這邊工作我是不是真的想做 所以 我這樣子去歸那邊說 其實我做的事情就是在紀錄 然後一直去想要探索真實 是真實是假的 所以 我在前年的時候 去了一張西藏 就是 離開廣告公司 因為廣告公司的生態 就是你要去做一個 小輩子非常喜歡的東西 但是這跟我 我要做這件事情的初衷不太一樣 我必須要強迫自己去 生出一件作品 所以我去了西藏 那在西藏的時候看到花 很多好山好水 然後很多人 服食的人 窮人 私人 然後可能是和尚 什麼這樣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好像一個人 好像不需要在意外界太多眼光 那你只是要去專注到 你到底真的喜歡什麼 所以當初 我離開西藏之後 會加入現在這個公司 就是 Camelback 當一個給錢貨的時候 我其實有過掙扎 就是說 那我到底能夠為自己的公司 帶來什麼價值 那那時候 那個Jerry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就做自己比較好 其實你真的喜歡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然就會發光發熱 你也會為公司帶來價值 當然 可能就為自己來看 可能還是沒辦法做賺錢作品 但是起碼大家已經 有啊 有輸了 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去年拍攝紀錄片 然後 毫無技法可言 但是保證原資源會來 就是真的扎扎實實的去記錄我們能量 能量 能量在這裡的生活 那 好 謝謝 所以其實如果我今天不做導演會做什麼 其實 我真的沒辦法想像 就我不會去想說 我如果不做導演 我要去做一個什麼樣什麼樣的職位 我只會想說 這個職位 我到底可以發揮我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在那個職位提供什麼樣的價值 我只會往這個方面去思考 所以 我一直都是這樣子 就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 希望可以帶個 就是讓大家看到我 看到我在這個工作裡面 發揮到什麼樣的精神 這就是當廣告 那我們接下來還有各兩個單獨的問題 那我要先請教戰鬥寶 第一個問題 我會時事上去發揮創作 然後幾乎是每一天 但是 因為我目前看到的東西就是 就是公司跟時事有關 那請問就是 除了時事之外 你還有什麼樣的創意 可以在你的插畫中發揮 你跟兒子 在一起是時事嗎 也算了 其實我一直 我有很多 那個系列 在我腦中裡面 這個發揚 只是看有沒有時間 可以把它做完 這樣子 像我最近想畫一個就是 人生就是一場戰鬥 九百刀是九百塊錢的嗎 對 好 可是其實我比他更早講 更早講 算了 不要 不要比這個誰最早 不要比這個誰最早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早餐就是一個戰鬥 有沒有 只剩五分鐘到底要不要買早餐 然後你去買早餐的時候 老闆跟你也是一個戰鬥 因為有時候都會點 老闆我要那個 培根蛋吐司 培根蛋吐司 不要加小黃瓜 然後裡面要美乃滋要多一點 然後再一個漢堡 裡面不要洋蔥 然後不要跟著家 那誰記得住啊 對 可是問題是 老闆就很厲害 老闆每天早上 都在玩金頭腦 所以我就覺得 老闆這個 人生中到處有好多 戰鬥在發生的 有沒有 所以我就想畫這個系列 然後其實 因為我自己雖然插畫 可是我自己也有算是 做一些漫畫上面的 創作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也蠻想畫一個 漫畫的長篇 比如說三十二頁之類的 三十一頁聽起來好像很少 可是其實超難的 什麼時候號 蛤 什麼時候號 應該是要明年 明年怎麼說 那邊有鏡頭人跟他講 好 好 不行不行亂許願 不行亂許願 不行亂許願 現在不敢許願 明年十二月三十一頁 現在不敢亂許願 不敢講太多大話 已經知道自己沒辦法灌籃 小時候 以前都覺得我可以灌籃 有沒有 現在知道不行 我就不會再去嘗試了 然後 所以我覺得這個 剛才又在講什麼 我忘記了 剛才是問什麼 我忘記了 就是 我不是忘記了對不對 你就是那個啊 除了四十多塊的 怎麼可以發揮 對 對對對 其實超多的啦 只是有沒有時間 把它畫完 我也想畫一個 就是 只是技巧上面的展示 就是人家就看到那種 畫得好細啊 然後也有想畫一些 就是人家看著 會覺得好好笑 最近我還在嘗試 蠻多風格的 比如說素描之類的 可是我發現我嘗試了很多風格以後 再去用我最原先的那個風格去畫以後 因為我覺得又有更多的這個 想法跟火花 像剛才月亮有展的例子就很好 他就說 他雖然是跳街舞的 可是突然去跳那個 那個 跳什麼 探狗 或是什麼 其他非街舞類的東西 再回去跳街舞以後呢 他又有新的火花跟創意產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生啊 不是只有 一直做自己這件事情 說不定你轉個跑道呢 去賣一下雞排 你就知道說 原來雞排可以用地溝油賺錢 沒有啦 所以現在怎麼跑到現在 現在都不是種 對不對 那西蘇姿才不會有地溝油 我覺得有時候轉換去摸一下 其他種類的 比如打打籃球 去打一下棒球 好像也不錯 回來又有新人的感覺 所以我其實有蠻多東西想做的 如果是看生意可不可以用完這樣而已 好 換你再來 沒有 還是你 好 第二問題 我們知道就是其實 戰鬥毛是我們 教練的老朋友 然後他三次 四次五次的分享都是 插畫給我的十個 然後他會衍生出第十幾個 那我現在要問一個很棒的問題 第十二個什麼時候要出來 你說第十二個寶物喔 對啊 第十二個寶物 我當時要講的第十二個寶物是大家給我的 第十一個寶物 第十一個寶物是別人給我的 對啊 我是說 我第十一個寶物是說 你先跟大家講第一到十 不然有些人不知道 啊 這很久了 不用了 就把你們講先 我還是決定要講 反正因為這邊有那個 在畫的那個同號 所以我決定要用完這個 三十八分鐘了 其實也有人聽過 就是我一開始是畫這個表情符號 起身的 那時候畫MASM的表情符號 是沒有任何收入的 不像現在畫LINE的表情 即便沒什麼收入 但是起碼它是要付費 才會得到這個表情 但是我那時候畫MASM 純粹是因為興趣 喜歡 然後也很幸運喔 就是被大家廣傳 結果前陣子去大陸 還有人看到有人在用文圖 他傳給我說 欸奇怪這是我畫的呢 他說他 他也覺得很驚訝 然後那時候也因為 有畫這個MASM的表情 跟用那樣子的 我覺得畫畫是一種 圖像語言 就好像我們講英文 就是講韓文一樣 他說是一種語言 那畫畫最棒的就是 他不用學任何的 你不用學任何的文法 你只要畫一個人走在路 欸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六十然後畫一個鏡子的標示 或是一根煙畫一個鏡子的標示 你知道這裡不能抽煙 那其實圖像語言這種東西也是 人類最早旅行的語言 你看那些埃及的那些都是圖像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 我會這個最古老的語言 然後又就用這樣的方式 紀錄了我的生活 然後這次圖像語言 這是我的第一個棒 但是中間 對對對 中間就略過了 先睡好了 好 然後一直用這樣子 到後面呢 現在要講到第十個好了 第十個就是所謂 跳過 再回頭再講 有人按道轉再講第一個 累死人了 第十個就是所謂的夢想 就是你想像你現在要創業 到底要成就什麼夢想 我們創業是一股熱情 有夢想 所以想像你的夢想是什麼 是這個拯救世界和平 創造宇宙寄起世生命嗎 我想應該沒有這麼偉大 所謂的這個夢想應該就是 你在做的一些事情 你很喜歡 然後你在做的這件事情 別人也很喜歡你做的事情 然後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還能夠得到小小的成就 然後你可以認識很多人 今天就認識在場很多人 所以我覺得 所謂的夢想應該就是 你做這些事情 大家都喜歡 你也很喜歡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比較簡單 可以達到的一個夢想 然後所以呢 我後來再講 這是我的第十個寶物 第十一個寶物就是 哪天呢 我也看到你在做這個 你喜歡的事情 跟我也很喜歡你做的事情 我覺得那就是 這個畫畫給我的 第十一個寶物 所以這第十一個寶物 並不是我給我自己的 而是大家可以回饋給我的 所以這是我的第十一個寶物 第十二個寶物 第十二個寶物 不要比我有心梗好不好 但是還想不出心梗 不然等一下問完我們之後 再問一下第十二個 好 第十二個我想一下 好 那你先問靜鋒吧 我們知道的就是阿鋒 我剛剛有沒有講過 他的腦袋劈屁眉 就是我們的Google 那請問 阿鋒 每一盒技能 這項特殊的技能 要如何在我們身上 怎樣更詮 你真的講出來 我就不用困了 不是嗎 講出來 講出來 以後面還要錄影 沒有啦 我覺得這是每個人的專長不一樣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專長 它回歸到我從小 就是事實上 我在傳統的教育底下 是很笨蛋 就是 我是那種人家說什麼 英文單字 唸十遍不會唸一百遍 我是真的很乖乖唸一百遍 然後躲到廁所裡面 一直唸一百遍 然後非常任何的唸書 然後功課還是一直唸 是很好 那種小朋友 然後我就到了大學 我就到了大學之後 發現我真的蠻喜歡去 變態做社交 然後我很會記很多人民 跟很會 很會記很多人 然後我總是可以 不過大家有看過那個 英國的福爾蒙斯 他那邊就有講螢幕那個壞來 閉上眼睛之後 插畫一下 插畫 然後人民真的超重要 之前我去參加一個記者會 他就一直說 那我們歡迎那個蕭先生 我就明明不信蕭啊 所以你就記得 如果出席什麼場合 人家的人民 就算你不記得 後面的那個姓 你要記得 他因為是蕭青羊 對 我剛剛講哪邊 你都打算我了 你說 那個福爾蒙斯 對不對 就是我知道有個記者 是我看到一個人 我開始翻本子 我翻我他 曾經看過他每一次 怕怕怕怕 很熟但不會煩因為他也累 但不熟的人 我就一直發現 像我可以看到Damy 這樣我們沒有那麼熟 可能通過 可能手指頭數出來 辭職裡面 我開始會發現 我到第一次看到 後面在哪裡 然後這邊 酷暈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可是 我的頭腦很特別是 我都不會記HP的 我都記那種108P那種 就畫質很差 所以我沒有辦法記 這個地方那個什麼字 我沒有辦法記字 突克記 他那時候真的很地方 後面有什麼東西 那跟誰講話 那時候第一次跟你碰碰碰 第一次碰碰碰 你記得 在外面 對 然後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你是雷 然後我還認錯了 我認得他幾乎你打在誰之類的 108P 然後那時候外面好像 反正在喝什麼水之類的 然後還喝到別人的水 忘記了 反正大致上那個過程 我會記得洗牌這樣子 這是我的方法 不過就是 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是因為這個方法 我必須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天賦 還是訓練 我也是辦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動之後 我才慢慢發現我有這樣的能力 我看到一個人 有馬看太多了 有馬是 就是 就是 等於把人家打馬賽克 有馬看太多了 我們有錄影 你公司地址是還 我講機會給你老闆 沒有 其實我真的沒有辦法寄到HD畫質 我真的寄很Russ這樣子 然後像我現在沒有 也算我都是用朋友在想 不過必須承認我覺得人的腦 是會 一定會甩頭的 我相信我60歲跟我70歲 甚至三四十歲 我可能我的大腦的運作速度 可能就沒多快 就好像現在你年紀到了你生病 可能要一個禮拜少要 你小時候生病 一天就好了 可能五四分鐘就好了 或是一個下午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人的身體 一定會一直甩腹 所以我現在也是 跟宗同事 希望可以把很多的人的資源 把它變成資料庫去建立其他 就是 雖然我們的頭腦還是必須用不到 可能你必須用最短的時間之內 去找到這些要的資源 我覺得我不敢說 我的大腦是媲美的 就像Google一樣 可是我覺得Google就是資訊太多 我反而沒有用 所以反而是 我覺得任何種類都一樣 你必須把很多的資訊 以前是沒有資訊 以前是你如果今天想要找一個 國安公司合作 你沒有Google 你只能找中華華業 或是那種 你本書去找 哪去公公司 你可以合作 你去打電話 然後現在是資訊太多 你反而不知道找誰去 所以你必須從資訊變成知識 再變成智慧 然後我覺得我在做的事情 很簡單是把資訊變成知識 像Terry可能是一個老舌歌手 然後 可是他的資訊就是老舌歌手都沒有 你在捅我啦 不要磨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吵 對 他是一個老舌歌手 就沒了 這叫一個資訊 可是如果你背後他更多知識 他可能在福大畢業 然後他哥裡面有唱那個冰淇淋 然後他哥裡面有唱福大冰淇淋 等等之類的 然後很多很多的資訊 就可以從資訊變成知識 然後這個知識就會有價值 為什麼 有可能如果今天有人想找老舌歌手 或者是喜歡可能冰淇淋的 我就可以找他 或者是有一個冰淇淋廠商 他想要找人來的葬事 我就可以找他 你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從資訊變成知識 這東西轉換我覺得 我們公司還在努力 就怎麼讓他轉換成更有效率 跟有辦法 這樣才是可以變一個long turn 而且sustainable 可以運行的一個商業模式 可是必須承認這比較困難 不然你問我比較久 你就知道 他跟我做兩個月 他現在大忙應該是一直在轉 的話就是資訊 然後變成知識 可是我必須承認 我覺得要一直一直訓練 我覺得不然大家都一樣 不然你今天是工作的人 或是你今天是上班子 或是你今天是創業家 其實任何一個人都一樣 你大腦必須要練習 你不斷不斷的運行 不然你大腦是上班 都會慢慢的摔跌下來 像我們公司 沒有一個supporter 就是可夢古技 創辦人助軍先生 也是跟URSU 非常非常好這樣子 實際上他是一個 非常令人家 害怕老人家 我也是 因為他年紀一塊七十歲 可是他 always跟你聊的東西 都是聊最新的東西 他三年前就跟我講Moke M-O-Moski 就是那個Coursera 那種線上大量的 開放的特殊的東西 他跟我講PIVA Microfinance 微型經濟的東西 share economy 分享經濟學 只是一個六十幾歲 我問他為什麼教這些 因為他每天study times 就是那個時代雜誌 經濟學人 天下雜誌 連見這些東西 他們看行李 他每天都一直update他的行李 他的同意 然後每次我去聽他 他也就是 我們之前邀請過他來 就是聽我們年輕人講些話 他就是那些人 我們就講很無聊的話題 叫那個天文 地理科學的東西 他在前面就是這樣硬聽 聽得非常認真 然後下來之後 還真的跟那個人聊了很久 然後覺得那個人講得非常有趣 那大腦一直不斷的在動 所以大腦他就是一個 你必須活化他 所以如果你不活化他 像為什麼我可以記你的 記那麼清楚 像我常常都覺得 月亮的腦袋會很小 所以我覺得他 他每天就會醒來 他會覺得很醜 所以我覺得那個腦 你必須要去活化他 那他有不同區塊 他活化可能是女生那個區塊 我就說你配了那個區塊 然後還有活化那個比較好吃 四面的設計的區塊 那就很厲害 很多建材在建起來 可是我覺得你必須不斷的 一直活化你的大腦 那你的大腦 一直在很激活的狀況 這是我的想法 OK 他已經把我第二個問題的部分 影響了 幫忙 真的有過過分 但是我還是要問第二個問題 請問 我們都知道 Telots Rail Fri-D 這種組織 其實Telots跟我們很像 但請問 我們焦點 跟其他組織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你喜歡阿光嗎 我看我是比較窮 都是比較俠 沒有啦 我覺得沒有驗過的事情 一樣 GOOGLE跟雅虎也不一樣 就是外表長不一樣 那核心又不一樣 可能GOOGLE就是 你知道 以科技人為主 雅虎就是 馬千五人為主 所以外表是長不一樣 像我們跟Telots 外表又怎麼樣 其實外表又怎麼樣 就是幾個人在舞台上 一些人在舞台下分享 他們人比較多 我們人比較少 那種辦比較多事 他們辦比較少事 他們國際性組織 我們是台灣自己的品牌做出來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外表絕對都長得很像 跟人類一樣 你看Terry 你跟玉堂好了 都長得差不多 除了一代一天跟一代一天 一個貓比較多 一個狂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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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外表就是人類 就是外表就是人類 外表就是台灣人 就是這樣子 可是他們內心不一樣 像我們跟Telots 最大的地方都在 這樣我覺得完全不一樣 外表覺得我們都會辦演講 辦我 從內心我們在做的是 Telots是想要讓更多好的idea 可以傳到世界裡的角落 教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都是讓小榮 有一個舞台再發揮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初的起情動力 就是我們發現 年輕人有的是實力 有的是想法 有的是熱情 可是去沒有舞台可以發揮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burn out 燃燒掉 所以有一個舞台 可以讓年輕人可以發揮 可以讓Davy可以發揮 可以讓昆蟲可以發揮 就不同的地方 讓不同人可以發揮 這樣子 所以我們跟Telots 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說戰鬥王配上 Telots的舞台 可能很難 Telots 沒有 應該要這個地方跟他參與 對 Telots樹林 這樣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協會 之類的 對 沒有這種地方跟他保護 為什麼 因為他讓很多 有很好的idea 可以站上去分享 可是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 他想要讓更多人知道 他在做什麼時候 結果沒有舞台再分享 我們發揮了很感情 所以 我們才創辦就好了 所以 我們是Totally Different的組織 可是在外表 有時候我懶得介紹也是 可是我在很累的時候 阿鳳鳳要教你做什麼 我是台灣的Telot 完全懶得介紹 也是會這樣子 也是會這樣子 可是基本上不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對 好 我們謝謝阿鳳鳳 給你們這些提醒跟分享 再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 網路上Google 就是 就是 Cumbo Bay或Ice 這個組織 可是我當 就是跟他們第一次接觸 第一次對他們做功課的時候 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他們好大的口氣啊 他們說他們要花90天來修理這個世界 修理這個世界 你看修理世界就是何其大難口氣 那請問一下 這90天 你們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們修理世界有什麼東西 大家想說什麼 其實在講90天之前 想要先分享一下就是 其實我一直很很很不敢去 在這樣子的一個場合去分享 因為其實身為導演我 我最多做的事情都是躲在鏡頭後面 那你就要給他鼓掌 你這樣搞錯我覺得 不會覺得太高亂了 就是說其實 非常就是 像我今天早上還做過多夢 我就夢到說 我兩個今天遲到 然後阿宝一直在變化 變化 所以我就趕快來 那個焦點已經 已經 我已經講完了 剩你了 然後我還趕在床上 所以有這個壓力 然後 所以其實 90天的創作計畫 是我們的一個 在經典的一個大主題 因為我們TOMOLEG 主要是在 創作者 那 會有這個計畫 源自於一個叫做 創意秀 的一個project 那創意秀 其實他就是要讓 創作者的創作 變成是一個表演 然後我用我的鏡頭 把它拍成像節目一樣 讓大眾可以跟得起他的創作 舉個例子 比如說用戰鬥 他可能他畫茶的話 不算是一個表演 他可能 只有在網路上 或者是過了好幾天 才會在其他的品牌上面 看到他的作品 但不了解他這個人 不了解他的個性 所以如果說 他今天可以戴一個假假帽 然後在螢幕前面 去畫插座 然後順便讓阿楓在那邊調整 大家可能就會知道 對 就會知道 OK 戰鬥馬圈 他是這樣的一個個性 我更認識這個人 所以創意秀他誕生是這樣子 所以 我的責任就會變成說 我要負責去記錄這個狀況 可是在 記錄創作者的時候 是要關 就是你要去想到說 那觀眾到底怎麼看 那 在創意秀這個 90片計畫的 前身 就是 我們有嘗試過做這件事情 但是 非常妙 就是完全沒有關照看 就在今年我們 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 先把這個計畫帶 去澳門去做展出 然後 這個計畫到澳門之後 好手不行就遇到大雨 就是黑色暴龍 當地是黑色暴龍 他十年遇到一次的那種 那創作者他們的舞台 就是在市集 然後我在拍攝 然後 然後我們今天攝影師又來 就是他跟我 我們兩個就是 整個人就是出擊到澳門 要去拍衝浏展 每次都會下大雨 變成說 衝浏者還要在表演的時候 鏡頭後面 完全就沒有人 我們本來 預想是有很多民眾 或者是很多觀眾 就是很好奇 比如說像在洞門 他可能要表演幹嘛 那在市集當然就會有很多人 那因為下雨 所以一個人都沒有 那靠 那就超心酸辣 那我們攝影師又架好了 然後從這裡都表演 也都就學 那怎麼辦 就只能對著空鏡頭就表演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一個體悟 就是說 那到底他的創作是要 滿足自己 還是要有群眾 他才能發光發熱 那我到底在拍什麼 其實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我按阿風 裡面的那個大流 我完全沒有準備攝影師場 然後就讓信材給你了 然後他也叫阿風 但是是不一樣的風 小人家為什麼說去我 你精神一直以為我 反正就是 我們的器材就一直淋水 然後衝突的就一直 對著空景在表演 那當時當下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跟阿風講說 我當時已經奮不醒什麼 什麼是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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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器材一直淋 你都不會心疼器材 你只會去focus說 我要怎麼樣 把現場的這個精神拍下來 然後帶回來台灣 給他的粉絲看 就只有這樣子 好 那ok 那器材已經捕捉到了 然後補月分別回來 結果 又遇到另外一個錯子 就是 創作者他們遭受太大的打擊 他們覺得加入創意秀就是 就是在遇到一個打擊 因為他創作者都很害羞 可能不是像戰鬥娃這麼的 善劍塔這樣 對 就是 也自己願 他們很害羞 那他們會覺得說 我表演給一個空鏡頭看 然後 我本身又不會表演 然後你又要搶破我面對鏡頭 他們就很挫折 那當你面對一個 不想要表演的一個演員的時候 上面一個表演 你會不想 你會覺得這劇本超好 可是 可是演員都怎樣 要發問 我這邊想講一個例子 就是 之前那個 有訪問這個光麗隱情 他是去年得到金曲獎 最佳樂團的一個 那個 對對對 然後他就說 他之前在還沒有成名之前 有那個地方邀請他去 那個唱 然後他就 去的時候 前面一個人都沒有 他整個 可是他錢也收了 必須要唱 你知道嗎 他只能想像他是 唱給神明聽的 可是也因為他繼續這樣堅持 後來就讓他拿到金曲 這樣 那我之前去 澎湖演講的 澎湖 那澎湖 當地花大錢 我去住三天 然後搭高鐵 搭高鐵 過去一打開門 八個人 八個人 然後下午現在四個人 人超少 我真的覺得我去顧駕 那看你講得多爛 下午這次 就又跑了 不是 那天真的很偏僻 可是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重點不在於 人多少 或是在於 你東西多少 在於你有沒有用些 準備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人 他們都還蠻開心的 然後後來 當地有老再去 就要多活著 這樣子 看來大家都有那種 面對空無一人的 那場景 就很久 那其實 今天來分享 昨天我來看看 我那個老闆 結果去討論過 他說其實 我們不是去來分享 一個成功的案例 他鼓勵我 就是去分享失敗案例 所以今天我其實準備很多影片 我甚至覺得之後 20分鐘我就放我的影片 就好了 每一個字都不想講 但其實要把自己掏空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像剛才提到的 面對空無一人的一個場景 謝謝 就是面對空無一人的場景 以及創作者 他們其實根本不覺得 你拍的東西是好的 然後 就是你在記錄這些過程的時候 你甚至 像我自己就覺得說 這個90影片的計畫 到底是為了什麼 因為我們90天修理世界計畫 是為了創作者 去開啟的一個計畫 那到底要修理什麼 就是希望 希望創作者 用他的創作精神 去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90天修理世界計畫 叫做 How will you fix it 就是你怎麼樣 修理世界 然後用你自己的創作 那 當然創作者 他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然後 他們參與這個計畫 也覺得說 好像跟他們原先 設想投入的時間不一樣 所以他們也不太願意 加入這個拍攝 然後 也會去質疑到 姚田又輝也做這件事情 對他們的成效 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一樣拿回答他 甚至我們 到了後期 幾乎就完全 這個計畫 甚至一度要終結 跟大家講一樣 很諷刺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開始看計畫的時候 我們全部人都 超信心滿滿 包括創作者 包括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找了 很多很多志工 然後年輕人 對修理世界的這個 這個計畫 可能有一些莫名的 發現 因為那時候剛好有一個 政檢的事件 不知道大家知道 就是捷運人在事件 然後 修理世界變成說 它有一個正反兩面的 的一個 含義 然後用創作 怎麼樣修理世界 可能讓大家有一個發現 所以 來了很多志工 他們也覺得這個計畫很大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請了很多講師 我們請了12位講師 去鼓勵大眾 也一起回答修理世界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講師很有名啊 比如說像包包剛剛提到的 朱林先生 我們也有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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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力的創辦人 甚至邀請阿Keybo幫他 古板座上面的老師 他們其實就帶了很多回歸 但其實 非常仿色的是 講座幾乎沒有什麼 然後 變成說我們自己要去拉人 然後志工要去拉人 然後志工就覺得說 靠他為什麼覺得 這個原本一個這麼美好的計畫 但是 卻變成這麼血淋淋 那麼冷清的一個 慘狀 然後 他們又回頭跟我們 跟朋友 就是他覺得說 我覺得創意秀秀的世界 這個計畫 對大眾實在是 距離太遙遠 他們每次要跟朋友推 推薦這個講座 或者是推薦這個計畫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 好啊 那我再看看 就不會想花時間來這裡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哪個環節 所以我問問 就是 為什麼這個計畫 一開始這麼的美好 知道了 到了現實反應 到現實反應 講座就是這麼冷清 那另外一個慘痛的打擊 就是 我們還有在4RNB上面 木環 去年 其實我們在拍紀錄片的時候 我們也有做 木環的這個動作 但我玩了一個遊戲 就是 螢幕多少 我紀錄片就拍多少 我甚至是去拍米 所以去年這個紀錄片的物資 就是非常成功 就是A的成功 今天我們想要再做一次 就是 就是一樣拿修理世界這樣玩的書籍 去可夢創作者 然後上場去木資 結果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們最後不到多少錢 我們總共要50萬 結果最後啊 達成率2.6% 我們大概只不過了1萬 非常慘痛的一個 一個現實 然後這個計畫大概再過12個小時 就結束了 所以其實這個計畫 一直到我們去倫敦前 就已經幾乎了 就很強 那暗示 焦點 對 你在弄嗎 盧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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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在 在去倫敦之前 我們其實完全沒有想到 就是看不到任何希望 然後創作者會不會去之前 這樣子沮喪 可是我們還是 最後還是去倫敦 然後 就為什麼會去倫敦 其實為什麼創作者還會繼續相信 為什麼今天我還會繼續坐在這裡 其實都有一個本子 就是你相信這件事情 然後 其實我記得我去年 在FryMV也有分享過一些事情 就是當你面對你的夢想的時候 並不是說你有多喜歡那件事情 而是你願意為這件事情實證更少 所以當我們面對一些非常殘酷的事情 包括講座沒有人 我們是要失敗 但是我們還是想去倫敦 為什麼 因為想要去看看那邊的世界 不一樣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 就跑去倫敦修理世界 其實 就到那邊我其實發現 這樣非常震撼很大 是說 當我們在台灣去問民眾說 欸 你要怎麼修理世界 我知道 他們都會覺得 什麼事情 我知道你有很多想要講的 但是 大部分的民眾都會覺得 你要怎麼修理世界 太遙遠了 很抽象 可是我們去問倫敦街頭的靈命的時候 他們會侃侃而逃 我其實跑到一間那個UCN大學 就是英國的一間 就是學院的 然後我就問他們大A的學生 然後我就問他我負責我 然後他就 他反問我了 他就說 沒有他就說 在台灣有沒有 類似土地被強制徵收的問題 他問了我這麼嚴肅的問題 他表示他完全不加私從 他就丟了一個叫做你給我 我當下完全不知道怎麼反應 我就說 我其實有啦 我就想到那個 你知道那個 大普外合 然後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就跟他講 說Sorry 萬一對學生被問 然後他們反而是 非常 我就是說沒關係 沒關係你就好好講 然後結果我可以用單字去溝通 他們非常的樂意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他不會去顧慮到你到底有什麼樣的感受 這是在倫敦 我們所接觸到的 然後包括我們這次去倫敦參展 我們參加了倫敦睡醒週 然後有一個TEN的展覽 那這TEN的展覽 就是你要怎麼樣根本根本的去介紹自己做的 然後你又英文超過 然後你又不知道他會問什麼樣的問題 你甚至也聽不懂這些問題 但是其實我們創作者 他們雖然已經接近快要放棄的狀態下 所以我就想向一看我去介紹自己的產面 其實得到了一個滿有趣的分貴 就是 他們就創作者在聊天 我在旁邊聽 我英文稍微好一點 就是今天跟他們講講 但是 他們講的事情完全是兩條平行線 但是還可以多 就是說他在解釋 比如說他的東西 是要怎樣修理時間 然後另外一個外館就會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會選這樣的創作 然後他繼續講說 因為我要用這個方式去修理時間 因為我想要怎樣怎樣 然後那個外館就會點頭說 喔 原來是這樣 那你們到底要怎麼樣下去 就會變成是兩條平行線 可是最後大家都聊得很開心 就會 然後之後我又再訪問創作者 他們說他其實聽不懂那個外國 不太在跟他講什麼 可是他卻能夠發現說 這個藝術的功能是可以getch掉的 所以他們可以知道他沒有答案 然後他也可以說他自己到底想要講什麼 這也是我們在台灣是完全沒辦法體會到的 所以這次去了倫敦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做創作的這件事情 甚至可能都會想要創業 甚至包括我自己為什麼會選擇走向這件事情 其實好像是沒有人可以決定你到底要做什麼事 除非你自己非常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會來這裡分享這麼多失敗的安逢 主要是因為我想要讓他知道說 這個失敗並不是一個可以決定你要不要繼續下去 重點是你在這個失敗中你得到什麼樣的回饋 我得到的回饋就是創作者他們面臨失敗之後 給他們得到了一些東西 然後我在質疑這個過程的時候 他會默默的寫日記想要改變自己 想要修理自己 甚至他覺得修理自己就是修理這個世界 然後這個 這個人今天也有來到現場 然後等一下我想要想說請他來做一下簡單的分享 然後今天也有帶他的樂器來表演 所以我想說等一下就把自己交給他 謝謝他一支配合一下熊仁的資訊 好 今天也有我們的大衛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覺得大衛就是你剛剛點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把我後面的梗用完 你後面到底有什麼可能 我們這樣到底要用買就想 沒有我當然第一個問題不是說 九十天修理事件 第二個問題我一定是問說 OK你這次去倫敦幹什麼好事 喔 對 除了那種什麼星山色先拿開 那裡面也不會在這邊講 蠻有的問題 也不會講 所以你會去阿斯 好那就是我也 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場活動 我們交給也被感染了 而且感染的非常嚴重 原本我們設定是五六十人 然後後來降低標準到二十幾人 然後現在現場只來了 就一定又是被很感染 你們傳染力真的很強 真的喔 那你有感受到什麼 我感受到就是 你雖然失去了群眾 但是你得到HC中的支持 沒有我感受到一種家庭 然後我感到溫暖 哈哈哈哈 感激 對那 就是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就是交給那個 剛才我們講的就是 寫日記這個人 他帶了他的烏克利 他心愛的樂器 來一起跟我們用 烏克利的伴奏 一起分享 我今天沒有帶樂器 不然你要提早提醒 我們就在法國後來 可以唱歌啊 我唱歌那天才少聲 你也有過慘痛嗎 不會可以扮唱才差一點 對我要我扮唱 還是爛的嗎 好那我們請這位 我們要弘翔 我先稍微介紹一下弘翔 他是他本來他的職業是警察 然後他非常有趣的是他利用職務家認識的時間 然後我們這邊有個職業 他是警察 所以大家以後有 大概可以來認識一下 我現在走不出來 我是走不出來 我現在走不出來 我是走不出來 看來你時常犯了 他在這個90年計畫 經過我們創作者 也是我們自己的團 對面到立場 他還是一直在默默支持 而且他選擇用他的方式去相信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一個創衣秀的精神 就是你要先相信自己 然後在裡面等到快樂 你才有辦法影響 甚至影響這個世界 我們請他來分享一下他在這90年裡面 到底做了怎樣的行動 嗨 大家好 我叫洪翔 然後我是這邊的志工 可是其實我原本就是當這邊的類似 場地的志工 就是因為有人來 然後就跟他介紹說 這邊是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以後一五是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然後 那我覺得這樣不行 這樣運氣斃了 會把人家聽說嚇跑 對啊 然後就 差不多到五六月的時候吧 然後他們就有一個什麼 叫創衣秀 然後做到修理世界的一個計畫 然後第一次 然後 其實當時我也沒有 當時我聽到修理世界 我就覺得 哇塞那什麼東西啊 感覺好遙遠的 然後我就沒有來 然後是差不多 他們辦這邊 一百二十年 一百一五五 他們辦獎座辦到第二次 第三次的時候 然後我就來增加 然後那時候我就 感覺 創修理世界這個事情 很像比我近了一點點嘛 就是近了一點點嘛 因為實際上說 然後 他那時候修理世界 修理世界主要就是說 你要提出一個計畫 然後你要去執行這個計畫 讓你可以去修理這個世界 可是我看到我們現場 好多一些創作者啊 很會畫圖啊 然後很會做什麼手勢啊 就什麼之類 會覺得哇塞 那麼好厲害喔 怎麼都會 感覺可以提出自己的創作計畫 可是我覺得我不行啊 我沒有 我又不是創作家 但我要怎麼去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試著去修理這個世界 可是 然後之後我就想著想 就覺得 它是一個90天 90天的一個計畫嘛 然後他跟你講說 你只要這90天 你要去做一件事情 你相信 你就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你就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你相不相信 可是我覺得 其實像我們不論從 從學校或是現在上班族之後 可是事實上 很少人會跟你講 很少人會給你一個承諾說 你只要去好好做一件事情 你相不相信 你三個月之後 你會有改變 沒有 也沒有人會給你這個承諾 也沒有人會提醒你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都覺得 真的耶 如果不是我參加 我知道這個計畫 投入這個計畫 我根本就不會有這個念頭 就想說 我做一件事情 好好的 我連續去做三個月 然後你會去期待會不會有什麼想法 一些改變 然後就 對啊 然後就參加參加金金教育 然後就覺得 我應該有可能可以做錯什麼 創作計畫吧 然後他說 然後 因為他說是修理世界 然後我覺得其實 你在修理世界之前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 你一定要把自己修理好 當你自己的心態對 然後你自己OK了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 進得去影響這個世界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到底可以做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也會想想 定一些很大很高 因為耗盜物源的一些計畫 讓你 那時候講的時候 會講很興奮啊 然後大家運笨提議 我們一定要改變的世界 然後我就覺得 就選我一個 我相信我可以持續做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計畫吧 然後最後我 選擇寫日記 我會選擇寫日記 是因為其實我在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有一個國文老師 他就很鼓勵我們 可以寫一年的日記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有 那時候 一年三百六十天 我應該要寫了三百二十天以上 對 然後我現在有時候 我去翻 然後覺得 那時候好精釋啊 好可愛啊 對啊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聽著迷難 然後可是 老實說啊 他不能對高中的時候 已經沒有影響了 可是我那時候看了 也還是可以 知道一些新的點滴 也可以知道自己 從來寫日記之後 看出自己是什麼人 然後 這一次終於有這個 修理世界的計畫 然後想說好 那我就來寫日記好了 不過也是每天 每天都會寫日記 然後 從寫日記的過程中 我是覺得 我覺得 就像戰鬥毛所講 戰鬥毛所講的 因為其實你寫日記 其實就是一種 記錄的方式 當你有時候 其實我們 尤其是工作之後 你會發現自己的生活 其實是很快 非常忙碌 有時候甚至到 忙碌或是 或是說 忙碌或是說 雍雍露露這樣子 可是你其實沒有 太多時間去活化 或是說去思考一些事情 甚至說你已經活化了 可是你以為 你沒有當下感動 所以其實你就忘記了 所以現在我寫日記的 一個方式 我會逐漸去思考 或是去感情 或是說 像之前的 有一些朋友 他們就去想一個活動 說我如果 感謝什麼人 我就把一些 感謝的人 把他想上面 然後發現其實 當我在寫日記錄的方式 我會覺得 自己越來越有力量 而且因為我對自己 我對自己 對自己的承諾 因為我承諾說 我自己每天都要寫日記 然後慢慢慢慢的 你就會對自己 有一種反饋的能量 因為你會對自己 有一次性 然後你會發現 其實 我可以幫助更多人 讓自己變得更有能量 然後我可能就會 想到 例如說 我可能跟朋友出去唱歌 或是說 我們去做一個什麼事情 或是說 可能自己有一些新聞 和報導 就是 有一個管道 讓自己可以寫出 你當時的心情感受 竟然讓自己 變得一個 更有想法 更有能量的能法 然後慢慢的 我覺得這樣 是可以慢慢的 可以讓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 慢慢感受到 這一份能 這一份能量 因為其實 你要改變世界之前 很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變一個 更好的人 你要自己變得更好的人 然後更喜歡自己的人 然後我覺得 這就是我 對我自己的承諾吧 就是我的一個創投計畫 然後其實我會 其實我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人 我是一個滿 滿有熱誠的 然後喜歡帶給大家發展 然後一個正面能量的人 所以當然是寫日記的一方式 是我帶給大家 一種有能量的一個考試 然後其實 除了日記以外 其實我 我也有 剛剛那個主持人有講過 我有學無可理的 我學無可理的一方也是 因為無可理的一方也是 因為無可理的一方也是 它是一種很 很生活化的東西 然後我 也希望從我 記得有 很生活化 其實我有時候 我跟我朋友講說 有時候走到公園 然後就在那邊自產自產 然後朋友就覺得很誇張 你是街頭藝人嗎 對啊 然後大大都覺得 這是一個很生活化的方式 然後我希望街頭的方式 可以帶給 非常歡樂 然後一種很歡迎的 很歡迎的方式 因為音樂其實就是一種 無可見的方式 的一種考試 然後有點開心 有這個 這個活動吧 讓我可以 彈克力給那麼多人 對吧 因為其實我之前 可能就 就彈了兩三個三次 然後就很有健身的時候 稍微彈一下 然後我現在就是 稍微 有點一首我比較 算拿手的歌 雖然之前 彈給人家也是蠻緊張 我補充一下 我今天這個場景是我的Stay 因為 因為 在講創意秀這件事情 其實我持續在做一項紀錄 所以今天這一場 也會被紀錄到紀錄片 所以大家如果對於我們創意秀 怎麼樣 要請多者 然後怎麼樣在澳門 遇到這些挫折 我們在英國接受到衝擊 大家可以在10月17號的時候 在施錄場 會做一項紀錄片 那下個禮拜 是 彈車醫師週 我們也會在那邊做一個前導的預告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來找我們 看一下這支支影片 我先講一下話 就是我要彈這首歌 其實是我 到國中時期吧 然後是一個 很有名的偶像第二歌 然後因為那時候 聽同學唱過 我會覺得 哇我真的超好聽的 所以我想說 然後 所以又 當我會彈個禮拜之後 我覺得 嗯 那時候給我一定要把他練起來 對啊 可以彈給 喜歡的人啊 或是說 自己 自己 覺得不錯的人 帶給他們一點感情 這樣子 相信我 我直接唱就好 然後這首歌叫做 《勤飛給你》 聽會兒 《勤飛給你》 《勤飛給你》 你的天真我想珍惜 難道你說委屈我會傷心 只怕自己會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哭得愛情 把我的什麼能夠給你 愛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也許有天會欺負自己 想念只讓自己忽然自己 還說你是我其美的你 難以忘記住之間你 不受人的運氣 看不到愛你 你的身體 會散不去 握你的雙手 看見你的溫中 整個眼都隔起 你的天真我想珍惜 難道你說委屈我會傷心 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哭得愛情 把我沒什麼能夠給你 愛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只怕自己會愛上你 也許有天會欺負自己 想念只讓自己哭了自己 愛上你 是我其美的意 都是你想念的 既然又會理解你 都是你想念的 既然又會理解你 都是你 想念的 既然又會理解你 只讓自己會愛上你 不甘惡自己哭得太極 把我沒什麼能夠給你 愛你也需要很大的熱情 只讓自己會愛上你 不甘惡自己哭得太極 只讓自己哭得太極 愛上你是我親美的意 愛上你是我親美的意 感謝洪翔 再帶來下一首喊笑 其實像剛才洪翔這樣子的一個臉抽形式還有分享 其實對我來說我也有很大的夢 因為我記得在三年前三年多前 我是最後一天 我有點期待那天是哪天 是六月二十六月二十號 當天是美國的父親節 然後我是最後一天待在那裡 但是我到機場的時候就下午五點二十五分了 但是我的飛機時間是晚上十一點十分千里 晚上十一 所以我在那邊要待到五六個小時快瘋掉 那我真的無聊到 就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但是我對那邊 其實我很喜歡洪翔那個城市 我就在JFK機場的外面那個 就是計程車啊公車啊汽車停的地方 我就把樂器拿出來再追 然後就而且很不要臉 就是我直接吹那個美國的一個名曲 然後就直接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很shark 就是有一個法國的很有名的攝影家 他跑來跟我立影片 他說我要把你剛才吹的東西 拍照鏡頭下 後來往路上 好死不死 後來就叫我女朋友做個法 那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過這些照片 但是的確有這個東西 就是這一切的巧合都是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是我相信這個創意秀這件事情啊 未來 我們雖然說現在的狀況是 如此的可能人少 或者是不得到共同 但是 相信各位 像范爾 他的跨是如此的不得到共同 但是他 沒有沒有 現在沒那麼快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網路 現在比較快速 我們出一組就好 也要有什麼 沒有啦開玩笑 其實我覺得我相信這件事可能兩年之後 就會得到一個共同 例如 大衛你那時候做的一部片 我真的有去那個 一八九 看到這部片 你真的有去啊 我去但是我沒有看 那是 那是什麼 那天去看你有跑錯的還是 是 沒有我就跑去看電影 然後看到這個東西 我這是什麼東西 我對稻辰引電感 但事實上我來這邊 我改變我的想法 然後我也看過你們那個 前道的影片 我其實改變這個想法 就是這邊就是讓我們留 一個 那叫什麼 稻辰 是什麼叫 台語 對 對 我台語也在等 不好意思 真的有那種對 但是插法這邊 就是變得就是比較 跟我們人比較親近 我覺得這非常好 就是 也感謝這些團體 這些資源 能夠讓我們有這樣的方式 去體驗跟呈現 那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 就是 接下來我們會有那個 就是我們等一下 那個大家一起交流的時間 但是我們呢 該做的事情 一定要先做一下 我們今天呢 所有的紀錄片 除了我們的 導演 會把它放到 就是它的紀錄片之中之外 我們也會放上我們的 youtube 跟slideshare 就是做 做我們呈現 一些記錄 那我們焦點呢 其實就是一個 提供大家能夠分享的地方 我們也需要大家的幫助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希望大家 以後來參加消息 要記得回來帶來個禮物 第一個禮物呢 然後我們 這次有影響 好美 好美 帶一個好朋友 隨便一個好朋友 隨便一個好朋友 怎麼那麼長 我一定要去 這個 影片製作人一定要跟他 打那個影響 喔!這什麼聲音?那是誰人呢? 好!這個就是...這個時間點真是他媽的湯很好 我們帶一個朋友來 那這個朋友呢,只要就是跟我們一起 只要你回來我們交點隊來帶一個朋友 然後跟我們一起交流,然後跟他一起聊天 做一些交流、分享 那相信他在這方面的分享力量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然後呢,我現在講了兩個禮物,一定有另外一個 就是帶你第二個朋友來 然後這兩個朋友呢,不需要認識 如果說認識的話,我們剛才這樣做在一起的話 就是變成只有兩個認識,互相三個認識沒有做 就毀任的地方在講話 然後講的話,幾乎也都是一樣的 如果昨天帶一個馬師隊拿幾分 啊,怎麼把熱我都會幹掉之類的 或是說,啊你裡面會怎樣怎樣怎樣 一定會聊這種,就是不乾淨這個賞的完全的問題 那我希望呢,就是你們可以帶兩個官員不認識的朋友 像我,像我是不是學音樂的 我會帶一個音樂圈的朋友 然後呢,再帶月亮 我們這個,就是射擊圈的朋友 那也可以說,OK,我今天帶一個球怕認識射擊圈的朋友 跟月亮認識 都可以,那希望帶這兩個魚過來這邊 那我希望帶這兩個魚過來這邊 不好意思喔,那桶子 然後呢,我們這些東西呢 都會成為我們接下來 我們會去支持這個木製的演唱會 支持我們大丹波的小朋友 支持這個單曲的專輯 以及設計留言會等等 還有書籍 然後這些東西呢,還會再 繼續的回應 回到我們的會員身上 我們剛剛有講過 這是一個平台 能夠讓大家呢,一起來使用 一起來分享 一起來用出錢 出你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一定會再回饋給大家 給大家這些會員 來去使用這些資源 然後你的支持 不只是焦點 而是讓大家 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 然後 我們現在感謝我們現場的志工 就是我們的月亮 小月亮 還有這些,我們這些事工 然後攝影 來我們的三位獎勢 然後請大家給我們自己 一個感謝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我們交流的時間 然後我們有15分鐘時間 然後我們等一下結束之後呢 既然今天人來得不多 那我們就要有更緊密的感覺 我的想法是 等一下我們 我們再加個功能 這邊是一個 我們正式的感覺 我們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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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聊天